關心勞動基金炒股案 他被地檢署 在今天晚間發佈了第三波的搜索行動 繽紛五路 搜索了證券商附華投信 約談了投資長和研究員 以及先前以證人請回的保家資產執行長 和以三十萬元交保的保家投資主管 等四個人 朝貪污及證券交易法方向 擴大政辦 被聯證署人員帶進地檢署的 就是保家投資求信主管 還有唐信資產執行長 十號晚間再遭台北地檢署約談 因為勞動基金炒股案 繼勞動基金操盤手 尤奈文被羈押禁見後 檢調十號再發佈第三波行動 分五路搜索證券商附華投信 約談邱信投資長和劉信研究員 今年七八月勞動部舉報 尤奈文涉嫌要求特定券商 用勞動基金掛單炒股 買進某一公司股票 藉此拉抬股價圖利特定人士 但是勞動基金在今年九月 突然大虧七百四十九億 引起關注才展開調查 弊案因此曝光 目前全案朝貪污及證券交易法方向 擴大偵辦 華盛世人網信映張榮甫台北報導